结婚一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觉得 我嫁给你有意义吗 他不能接受无性生活 爱诚公务员作息也有事 王童直问嫁给你有意义吗 王童爱诚在一起九年 经历各种风雨 这次他们到综艺大任门 分享夫妻之间相处的问题 我们新闻媒体看到 那个吵架的成分好多 直播 吵架直播 可是那是你们的情趣 其实他会帮你 买好早餐 倒好垃圾 寄好碗 洗好衣服 脱好地 但是诚诚 这些事情 我请的费用来做都比你强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好 好困惑 让我好困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结婚 我觉得 有一百对夫妻就有一百对的相处方式 那我讲话又比较直接 对然后 因为那个直播是因为我们 我发现他在疫情当中 心已经冷淡了 因为我觉得 爱的相反不是恨是冷漠 那才可怕 对 就是他完全就是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结婚一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觉得我嫁给你有意义吗 我今天心里在想 我不是每天做家事 然后我都乖乖的 他不能接受无性生活 爱诚还是要面对 爱诚还是要面对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 每天是计算固定的 早上七点起床就是七点起床 然后七点半吃早餐 永远是固定 对 爱诚是固定的 我很心疼他了 然后礼拜六的早上 我一定要来一下 对 来一下什么 他连两个人之间的夫妻生活 都是固定的 不行 不能太公式化 女生不会喜欢 他不能公式化 是不是 不需要那种很惊奇的东西 就是小小的 有帮你放在心上的就好 小贴心 对 我们现在给他贴在艾成的身上 等一下我们要请王瞳搖搖 给啦 为了增进夫妻情趣 节目准备了 SPECIAL的奖金游戏 能播吗 这能播吗 可以的 好 两位请准备 预备 预备 起 低一点 这好玩 下面要去 怎么比在家里好玩多了 好玩好玩 王瞳喜欢玩这种 好 在下面一点 生活病有趣 在下面一点 这很精彩 好玩好玩 不要一直压我 引导你 不然你也找不到 下面一点 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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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有人撞到 我跟你讲 还是你 他撞到 我撞到东西 我撞到东西 哎呦